各位同学们我是燕丘老师 又到了我们资讯科技开箱时间 好不好 有一阵子没有出来了 好那老师今天要介绍的来 又是 缩写版 这个 这个厂商跟我接洽了非常多次 非常久 那因为老师真的 这一次比较忙 然后呢 我拒绝他好多次 但他非常非常的努力 弃而不舍的一直跟我联络 那我想说 好吧那我们来看看 一样也是缩写版嘛 那我用缩写版那么多年 到底他的缩写版 有没有什么地方比较特别的 如果他没有什么特色 我想我就不要介绍了 要花好多时间 对那这款他很 他是名字蛮特别 他叫十方机 OK 他是Ary 这家公司所出的一个缩写版 很大一块哦 非常大一块哦 给各位看一下 盒装 非常大一个 缩写版那么多哦 到底他这一款缩写版的差异点 跟他的重点在哪里哦 给各位看一下 他这板子真的是有够大台的 老师先把它拔起来一下 来 这么大一个 这他的本尊 老师现在拿到的这一台是白色的 顶 好 然后上面加的是黑色的 缩写版有那么多的厂商在做哦 就是跟其他厂牌的特色差在哪里哦 首先呢 第一个 我觉得他蛮特别的是 他有非常多的快捷键 他的快捷键真的有够超级无敌多的 你可以看一下 他这边有快捷键 然后这边有个转盘 上面这个都是快捷键耶 那快捷键当然有好有坏 如果你的快捷键非常的多的话 你当然在很多的操作上面 你可以透过这些快捷键 快速的是切换 平常来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切换 例如说我的画笔等等之类 他就可以让我马上快速的切换 所以我觉得快捷键多好像挺好的 但是有时候太多啊 像我是金鱼脑 我记不得那么多快捷键 我可以记两颗 很厉害了 OK吗 所以有好有坏 就看您自己的习惯 每个人的操作习惯不一样 然后它的笔叉在旁边这里 这个是笔叉 你可以把它笔放上去 然后另外这边有个power键 所以记得开机要有power哦 隔壁这个 有点不是很清楚 对它太白了 这边这边好像是power键 然后这个是它的接线 所以它的本体大概是这样 那它是10.6寸 有点大的杆子哦 然后另外的话 其他的配件呢 它会附一条线 OK Type-C USB的线 老师先把它接上去 好 那它蛮特别的是 它的配件有四个东西 第一个 笔 它笔竟然有附两支 那这两支笔的话呢 这个是我查了一下 它的形象是P90 一个是P80 白色这一支跟这个 等一下老师来介绍一下 然后它有一个这个 这个好棒哦 这个网络上是写不倒翁 就是你笔叉放上去之后 它这样不会倒 但我觉得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不会倒这件事 但我比较有感觉的是 它这个笔叉你把它转开 它是其实跟WACON是一样的 它里面是可以收纳的哦 它有做收纳空间 有看到吗 然后它这个收纳哦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散 它这里有一个那个环 我把它塞这个洞 有看到哦 你可以把它拔起来 这样拔起来 它其实就是 把笔夹起来的那个 夹笔的 夹笔的那个扣环 你可以把它收纳在这个位置 像这样 好特别哦 然后另外的话 你看这个尖尖的 我把它摆好了 它这个尖尖其实就是笔心啊 看没 我很辛苦的一个一个把它摆上去哦 笔心 所以它看起来就这样一根一根的这样 它就可以收纳在里头 我真的觉得这个超赞的 因为它可以收纳啊 我们平常啊 在使用的时候 我就不用怕笔掉了 早期啊 它们以前 有一些手写板 它会是给你一袋笔 可是一袋之后 那一袋都跑哪去了 后来有收纳在笔 笔里面 那有现在也有在收纳在板子里头 像蛮多都是放在这个笔叉上面哦 那你可以把它转一转 好它就可以摆笔了 摆笔的方式啊 像你自己看你的习惯 像我是都这样子插着 对 然后需要使用的时候 再把它拔起来 像这样 所以这个也可以这样插着 其实挺好玩 那是不倒哦 我暴力一点 它真的不会倒 它是笔叉不会倒 所以我觉得 它这个笔叉还蛮得我意的 就是可以把一些笔呢 都收纳在上面哦 好另外它还有一个外出的这个袋子 对 很大一个袋子 好来 我是想要讲一下这两支笔哦 因为其实对于手写板来讲 有那么多家 每一家的手写板 它们的硬体设备 其实是差不多的 好那我分享几点 我个人在用手写板 这么多年来的一些想法跟经验 好这一支笔 是Walkon的笔 你会看到它的笔呀 第一个 它这个地方的那个按键 做的比较跟笔芯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 因为它整个是圆的 好整个是圆的 所以我常常会这样转一转 写一写之后就转走 位置就跑掉 跑掉之后呢 我要把这一个快捷键叫回来的时候 我都要自己这样转 所以我会变成 我在拿笔的时候 有个习惯惯性动作 我会先定位 找到这个笔的位置 希望它这个是在我的食指的位置 去对应到它 我才能够使用 可是我发现啊 它们家P90吧 这一支笔 这一支笔很好玩 是旁边有这种削的 有没有 凹槽 有看到哦 它有这个凹槽 然后这个凹槽可以做什么 刚刚好就是您的手放的位置 所以你在写字的时候 你刚好拿笔握的地方 就刚好是这两个凹槽 这个很好耶 所以它有两个凹槽之后 这一支就是刚好 我们拿起来进行书写的时候 可以按这两颗 然后它有特别的做的比较凸 你有没有发现 我本来以为它是坏掉 后来发现 不是 它是真的故意做的比较凸 让我在按的时候呢 比较好按 它在手感上面是比较好按的 了解老师意思吗 所以我很喜欢它这一支笔 然后另外呢 因为笔呀 握久了其实是会 手指会痛 所以它这里是做软软的 比较软一点 这个有个软垫 像我这一支笔呀 它这里有一点点软垫 但是它没有很明显 然后像Wacom其他的 比较小牌子的 它这个就完全没有软垫 所以你用久了 其实手是会痛 它这边有做了一个软垫 但软垫最清楚 是这一支白色的 P80这支笔 它软垫就很像 小时候那种学习笔的那个软垫 可是我 没有很喜欢它 好啦 对不起 因为这一支笔 它是整个是圆滑形的 所以就是会产生 跟Wacom比一样的问题 我写一写它就会滑走 滑走之后呢 我要再把它定位回来 才能够按它 而且它这里 做的就比较合身 它比较合 好所以它就没有凸起的感觉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好 比较好按 可是我觉得不方便 我每次在按的时候 我都要滑 转圈圈去找我的定位 那后来我现在用了这一支笔 之后我发现 它这样的设计呀 会让我在书写的时候 拿的时候刚好去握在 这两个洞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笔这样子按 其实在画的过程里 你会更容易去找到 你的快捷键的位置 还有你要做定位 也会非常的清楚 所以它们家的笔 比较特别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这边也要有橡皮擦 看软体哦 有些软体可以支援橡皮擦 有些没有 好 所以这是它的笔 比较特别的地方 然后另外呢 它的板子啊 老师刚好说 它有很多快捷键 但是它的快捷键多 就变成你要到软体里头去设定 又好又坏嘛 有些人会觉得 哇快捷键好好 我把删除啦 复原啦 什么的都把它设好 可是就是我说 我是鲸鱼呢 我都记不太得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可能就只会设一到两个 那你在使用上 你就可以编书写的时候 这边可以去按快捷键 但我觉得啊 它快捷键做得不错 在左侧 而且是有一种那种 就是你这样按上去的时候 你会很明显看到 这个是磨砂的 然后这个地方是亮亮的 光滑面 所以它光滑面的按的时候 会很好按 可是问题来咯 按呢 如果你画图的时候 是非常方便 只是会一直卡卡卡 一直卡卡卡 那个声音挺大声的 好 然后再来第二个 它的板子啊 中间这个位置 具有摩擦感的意思是 你在画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好像在纸上画画一样 有没有 那种声音 很像是拿着画纸 然后你在上面涂 对 画作的时候那一种声音 它其实蛮明显 而且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它没有留那个痕迹耶 还是因为老师 催残的不太够 它没有留痕迹 所以呢 我从官网去查了一些资料 它上面也真的都没有留痕迹的 就是它的纸 它的板子是不留痕迹型的 不像是老师催残过的 哇看 您看一下 每一片都很惨 就是每一片都 非常的有历史的痕迹 全部都很惨 但它这一个 我用了一阵之后 我发现 其实它没有那么严重的刮 另外呢 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的笔芯 它的笔芯跟一般的 哇看的笔芯们 会有点不太一样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一支呢 是十方基 它们的笔芯 它会有点像 我们以前小时候用的软毛笔 就是毛笔 它不是真的吗 它是软毛笔 它是一个毛笔的形状 它是软的 然后你写的时候 它里面会一直出水那种感觉 就是像这一种构造 那像这个是 哇康的版 它就是一个笔芯的 笔芯的 细细的 所以它写久了 常常会这样 会有那种压下去的感觉 压下去的感觉 而且它的压下去的感觉 会变得很不平滑 久了后 所以它就要换掉 而且它换的频率还蛮高的 然后十方基这一款 我觉得它蛮特别的是 它书写时 有一点点像软毛笔那种感觉 所以它在画的时候 会是比较好操作 比较舒服型 就是你这样画的时候 你会感觉像笔触 会比较像画图的感觉 或是再像书写的感觉 因为它的笔的呈现效果 比较不一样 那像我出门的时候 我会带这个小板 其实这个小板它有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 你写的时候的空间比较小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变成它空间很小 我常常写一写会这样 你知道吗 就是位置会 桥位置会跑掉 所以呢 我在办公室 其实我还是用比较大的板子 因为我觉得小小的在办公室用 其实很吃力 那这一个十方机 它其实又更大 我们一般的这里啊 它做的时候 它没有整个削下去 它有点空间感 就是有点垫高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你手这样画着 它其实是有点高度的 可是我发现十方机 它旁边这里的 做的这个位置 好多元可以看 这个位置 它是整个这样平下来的 滑下来的 所以你手靠上去的时候 它是比较舒服的 它不会好像有悬空 有一个阶梯的感觉 可以干掉 它会是这样 比较舒服型的 所以老师在使用的时候啊 这样手放着 比较不会感觉 它是凸起来的 你的这个位置 它不会说好像是 可以到的那种感觉 所以今天为各位介绍的 这一款是AVRI的 持方机 定位的部分呢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的是 我固定在办公室上课 我固定在我的 就是家里面 或是我的研究室里面上课 定点 不会需要把设备 带来再去的时候 它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它有免费的笔芯可以更换 像例如说 我们买其他家的笔芯 都要在另外买 而且笔芯它就算是消耗品 它其实真的很长很常换 那他们家的笔芯呢 是你只要到官网去 然后写信跟他要 他就会再寄过来给你 所以我觉得 这样还蛮好的一个售后服务 所以如果您最近正在寻找 可以固定定点 使用的一个绘图版 并且呢 在价格的区间上面 希望可以是CP值高一点的话 我觉得十方机这款机器 还蛮适合学生族群 或者是说呢 刚入手 想要玩看看 手写版的一个同学们 那当然也不是说 进阶者不能用 因为它的感压 有支援到8192 其实算蛮高的 所以我自己拿它来 简单的用一些电汇 然后呢 拿来做课程的书写白板 都非常的好用 所以呢 不同的板子 会有不同的需求 再多看看外观 功能 特性上面 哪一个是比较适合您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结束咯 谢谢各位 拜拜